胡秋彦与郑文燦先生台中东区知名酸菜白肉锅店外 两人在两个多月前的吃锅之约 66天后总算成行 抓了这一点时间 所以赶快来把我们这个约 因为我们两个时间很难约 可是其他的观众比我们还紧张 一直常常在交往说你们两个怎么还不吃饭呢 所以这两个公务都太忙 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 这个是因为真的忙碌了 两人相约要吃的就是这五花猪肉片 在酸菜锅内算几下 这道堪称吃锅经典的酸菜白肉锅 成为老饕的新头好 一场中央与地方的吃锅之约 选定在台中名店相见 卢市长很聪明 他就想到说台中有锅烤结 台中的火锅很聪明 邀请我来一起吃火锅 其实我们是要挺我们自己的农业 挺我们的食安 就是希望他也帮我们这个今年夏天 要展开的锅烤节来做行销 这场吃锅之约起因于二月份 台中市卫生举抽烟台糖猪肉片的风波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力 邀台中市长卢秀燕 一起吃酸菜白肉锅挺台糖 当时双方都有意愿只差时间拍板 谢谢卢市长的邀约 那其实我们的出发点都一样 就是希望台湾的食安越来越好 那食安稽查人员很辛苦 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因为食安议题间接促成中央与地方首长相约 同桌吃锅的机会 越国当前兑现要约 30750位置SNG小组台中采访不到